解体后的盔甲竟然成为了独臂的怪物 对面的暴民在他眼中如同蝼蚁一般 坎瓜切菜一样被成片的放倒 很快暴民们就被他干净利落的解决 可杀得兴起的飞甲竟然将目标对准了空文 然而下一刻 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由自主的做着和空文一样的动作 黑甲彻底崩溃了 原来他已经吸了太多空文的血液 形成了共生关系 有了黑甲这张底牌 空文就迫不及待地潜入皇宫 趁着赤甲军团夜间沉眠 他们一路寻找着赤发鬼 帮我报仇 杀了赤发鬼 我就让你走 弄什么呢 这一路过来 我都当你是我的伙伴 一句伙伴让只知杀戮的黑甲彻底感动 决心帮空文报仇 可当他们真正来到赤发鬼面前之时 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厉害 赤发鬼竟然真的已经到了神明之境 杀战 斩发鬼 山岳般大小的巨人重重的一击 空文直接就被吞噬 下一刻 空文和飞甲分头创出 两人的目标是斩断赤发鬼的脚踝 可没想到赤发鬼一个后空翻轻松躲过 随后一个翻轨顺便一脚把飞甲踢成碎片 赤发鬼展现了和体型完全不一样的灵巧 暴怒的飞甲变出两把长刀 一刀切向赤发鬼的头颅 可他一个闪身躲过 飞甲紧接一个立坯华山 又被赤发鬼空手接白刃 趁着两人胶着 上面的空文抄起长刀就是一个猛呼 没想到两人都被打飞出去 随后赤发鬼一个泰山鸭 将空文压在掌下 然而这一击却并没有取走空文的性命 飞甲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空文趁机杀出 可就算是这样也依旧落入赤发鬼手中 危急关头飞甲扔出了最后的武器 虽然救下了空文 可自己却被撵成了碎片 眼看已经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时一股红色的闪电出现 原来先前的红甲正是小女孩的父亲 赤发鬼给打了个措手不及 赤发鬼堂皇地躲避着子弹 可没想到加特林竟然抢合 赤发鬼抓住机会一个猛呼击飞的红甲 红甲在勇猛也不是赤发鬼的对手 被按在墙上一顿暴躁 而另一边 勉强恢复的黑甲再次回到空文身上 在他的提示下 空文发现赤发鬼的额头竟然还插这一把刀 最后两人配合将赤发鬼引到了树下 埋伏已久的空文从天而降 此时的空文才发现 这把正是附近的武器 他拼命想要将刀拔出 可赤发鬼又怎会让他如愿 就在这最后关头 红甲拼尽最后的力量将死头飞出 赤发鬼的双手阴身落地 哪怕如此 赤发鬼也依然不肯倒下 但可惜他没机会 红甲一把扑出 神兵般强大的赤发鬼终于遇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